两位捕头要把武松押送到孟州 因为他刚刚料理了恶霸西门庆 路上三人路过一间客栈 客栈老板热情貌美 招待他们喝酒吃包子 你独自一个人 不嫌冷清吗 客官开玩笑了 几晚煤酒下肚 三人只觉得磕水异常 全都睡了过去 老板娘见状得意一笑 她见武松浑身精肉 便分伙计将武松抬进屋内 做成肉包子 这正是母叶叉孙二娘 两个伙计和利也抬不动武松 孙二娘见状决定自己动手 却不料这时武松突然醒了 原来武渡头行走江湖多年 早就看出孙二娘的小伎俩 刚才他包子没动 酒水也偷偷倒掉了 武渡头身发灵活 带着刑具依旧躲开了劈砍 轻松以一敌三 而就在此时 一个砍桥柴夫回来了 正是蔡原子张青 看见妻子被褥 他拿起棍棒二话不说 就要和武松拼命 过来解招后 张青见武松本领高强 猜到他一定是哪路英雄好汉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打虎的武松 张青听后光速变脸 直言先前都是一场误会 母艳插听后也乖巧的像只猫咪 三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张青还劝武松杀掉捕头上山落草 不必受那牢房之苦 好汉武松却回答道 于是张青唤醒两位捕头 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毫不知行 还以为是自己酒量不行才醉过去 张青夫妇热心的留武松一行在客栈休息 期间武松与张青拜了靶子护成兄弟 在武松临行前 张青直言事实难料 要留给武松借刀与杜蝶 这些都是先前电证一味偷偷的东西 他因为脾气暴躁 被火箭迷晕后开膛破肚 有了这些东西 将来武松若是想跑路 可以假扮行者引人耳目 武松倒也不避讳这些赃物 欣然同意 捕头将武松押送到孟州监狱 牢房里的老人奉劝他 一会主动送给狱卒银子 可以免受一顿皮肉之苦 武松却对此不屑一顾 你想我送人情 半文也没有 拳头倒有一双 你要不要 管英召见武松 本来按照规就要打他一百棒 面面威威风 但一旁的受伤男子 对管英说了几句悄悄话 管英便以武松得病为由 主动免去了杀威棒 武松不想欠人情 非说自己没病要挨打 管英不想打 犯人偏要讨打 这等情况真是罕见 最后管英一声令下 武松不但没有挨打 还被分配到了冬暖夏凉的丹尖里 这几天狱卒们顿顿招待给武松好酒好肉 像伺候爷爷一样伺候他 还请武松泡热水澡 属实是五星级待遇 牢房里其他犯人却告诉武松 这都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 然后再趁机折磨他 武松听后一正后怕 终于忍不住问狱卒为何如此善待自己 狱卒坦言 这都是小管英施恩的吩咐 并带武松见到了诗恩 正是先前的受伤男子 诗恩最好交结朋友 他表示自己确实有一事相求 但想等武松休息一阵 咱够力气再说 武松听后不屑一顾 心想 我老虎都打死了 还有什么能够难得到我 于是他小露一手 将几个人合力也打不下的木桩 一个人轻松全都打下 这可需要三五百斤的力气 诗恩见状大为震惊 将他请到屋中 告诉武松自己 原本有处产业叫快活林 商人们都在那里做买卖 直到有一天来了个大汉蒋钟 不但霸占了快活林 还把诗恩打得两个月下不了床 蒋门神仗着一身本事鱼肉香礼 搞得百姓们对此怨声载道 诗恩希望武松能够帮他夺回快活林 武松生平最恨不讲道理的人 再加上受了诗恩很多好处 别人决定去会一会蒋门神 但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去快活林的路上 每遇见一家酒店 诗恩就要请武松喝三碗酒 监狱去快活林路上有十几家店 诗恩看见武松喝酒如喝水 光机光机五十碗酒水下毒 不由得担心他喝醉了不是对手 可武松又启示常人 他一分酒一分本事 喝得越多越能打 我估计他修炼的功夫是最全 在最后一家酒店时 武松让诗恩众人在店里等着 自己一个人去找蒋门神 只见武松一步三晃走进快活林 来到蒋门神开的酒店中 武松知道柜台上的女人是蒋门神相好 便刻意调戏想娘子 要他陪自己喝酒 酒管火机受到挑衅 教训武松却被他三拳两脚全都打跑 百姓们见到恶霸被教训 全部拍手称快 而就在这一时 蒋门神感到 他穿着一身红衣与武松对打起来 两人先比拼拳脚功夫 可蒋门神的拳头 要么被挡住 要么被躲过 比拼力气 他也没有武松打 蒋门神就像一只空有蛮力的斗牛 全程被武松戏耍 不一会儿就被揍得鼻青脸肿 蒋门神见拳脚步行 便拔出一旁的木棒 却不料被武松一记 玉环步踢断 最后被武松踩在脚下知乎 好汉饶命 武松不想滥杀无辜 便让他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还回霸展诗人的东西 第二件是当着重人的面 向诗人赔罪 第三件就是赶紧滚回自己的老家去 被吓破了胆的蒋门神自然照办 就这样快活灵重新回到诗人手中 很快几个月过去 这天武松正在和诗人喝酒 收到当地都监相公的邀请 都监颇为欣赏武松 他知道武松是囚犯身份 一直渴望要个好出身 便将他留在自己帐前 整天用大鱼大肉伺候着 弄得武松怪不好意思的 这天是中秋佳节 都监在鸳鸯楼设宴 请武松去赏约喝酒 还想许配给他小娘子 武松喝得酩酊大醉 刚回到屋中 就听见外边有人还有贼 武松急忙跑出去抓贼 却不料天降一张大网将他抓住 四周又冲出来几十个官兵 用刀枪把他架住 府上的团联一口要定 武松就是窃贼 并去他屋中搜寻赃物 果然发现一袋子金银珠宝 武松不服 要去找都监理论 却不料平日里 带自己颇为不薄的都监 如今一口咬定 武松就是小偷 武松这时恍然大悟 原来一切都是都监的悬套 武松被束手束脚 空有一身武艺却施展不出来 就像被拔掉了牙齿的老虎 被众人打倒在地 都监眼看武松没有威胁 便换出了讲门神 原来他一直在为都监做事 尽管武松施展鸳鸯脚 踢死了两个楼落 但最终还是被假门神一棒打晕 眼见今日就要命丧于此 都监却没有立刻杀他 而是把武松压到知府的牢房中 这摆明就是给武松 绝境翻盘的机会啊 团恋给了狱卒好处 要武松见不到明日的太阳 狱卒们拿了银子 就要用土布袋压死武松 幸好狱卒头子及时赶到 他直言武松是天下有名的好汉 手下都被银子迷了心窍 便救下了武松 原来他是诗人的好友 他还告诉武松 诗人已经上下打点过 不会判武松死罪 另外一边 杜坚得知武松没死 便决定将他发配出去 让假门神在半路截骨了武松 假门神虽然自己打不过武松 但想到武松带着枷锁 还是很有自信的 几日后 武松被发配出去 诗人特意告知他 假门神会在半路下手 让他多加小心 武松听后却不惧怕 仿佛另有对策 在路过飞云谱时 狱卒们见这里人气罕至 是个毁尸灭迹的好地方 终于决定下手了 只见长桥底下突然冒出了 十几个拿刀的杀手 将武松团团围住 面对着前有狼后有虎的绝境 武松却是从容地用枷锁反击 枷锁虽然限制了武松的行动 但不仅能够帮助武松抵挡住 长刀劈砍 还可以用来进攻 武松下盘没有受到限制 施展出自己得意的推脚功夫 将杀手们全部打败 他从楼落口中得知 假门神正在和都监 在冤药楼中喝酒庆祝 就等着杀手们的好消息呢 武松听后提着刀 直奔鸳鸳楼而去 他翻墙绕过门口的守卫 看到蒋门神得意的样子 颇为恼火 直接冲进二楼大战起来 武松又是躲避守卫们的刺激 又是躲过弓箭手的射击 他挥舞着大刀 竟然一个人将守卫们全部杀光 最后把都监一行堵在了二楼 只见武松一刀砍翻团链 又把都监给踢下楼去 顷刻间只剩蒋门神一人 面对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将 武松一点都没有手软 蒋门神想顾忌重施 网驻武松 可武松不会上同样的当 一刀劈开了大网 蒋门神剑撞 制出长刀贯穿武松左臂 武松却是强忍着疼痛拔出刀来 他不想趁人之危 便丢掉武器 却不料蒋门神卑鄙 专攻武松受伤的左臂 武松剑撞怒不可遏 连提蒋门神三角 然后施展出玉环布鸳鸯角 结果了这个恶霸的性命 并霸气的在墙上留下写字 杀人者 打虎武松 最后武松拖着重伤身体 回到了孙二娘的殿 他养好伤后 打扮成头头模样 再次重出江湖 好汉武松本领高强 但最让天下人佩服的 还是他路见不平 一声吼的性格 若是像蒋门神那样 仗着武艺为祸相礼 恐怕天下人 就算见到武松 也不会尊称他一身好汉吧